三噸重橫樑壓工人,木梯擋住保命 左手及鼻樑骨折的他,被暈了20分鐘才被救出 送院後,情況嚴重 消防固定好其他橫樑,屋宇署及勞工署都來調查 出事的六層高堂樓,位於油麻地廟街,樓齡接隔50年 消息指,洞樓去年9月被收購後,改建了酒店 誰知昨天早上,七個工人在地鋪採舊鐵閘時 離地三米、十米長的石屎橫樑突然斷開三折 36歲,姓珍的工人,被其中一折六米長、三噸重橫樑 打中鼻再壓著左前鼻 幸好有公字鐵及木梯擋一擋 令橫樑人自形停下,那個工人才撿回命 屋宇署初步相信橫樑不是僭建 不過要移除和樓內外鬆脫的部分,才可以繼續工程 他與幾個街坊一見到出事,就去幫忙 是後家裝飾的部分 他估計橫樑不是主力,不會影響大廈結構安全 他會不會影響大廈結構 他會不會影響大廈結構 他會不會影響大廈結構